近日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在南加州圣盖博士举办了成立28周年庆典 即第四届领导团队就职典礼 中国驻罗团机总领馆副总领事李春林 领乔处主任周永梅 圣盖博士市长丁严玉 亚凯迪亚市市长戴守珍 南帕萨迪纳市市长迈克克斯丘迪等民选官员及代表 以及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会员 南加州主要侨领和代表等近200来宾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一起共襄胜举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第四届会长张贤在支持时表示 在过去的两年 为了帮助社区抗击新冠疫情 妇女会深入社区 为妇女儿童和急需帮助的机构提供了许多救助 受到了社区民众的广泛好评 也极大的维护了华人群体的良好形象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副总领事李春林在致辞中表示 妇女联合会成立28年以来 在历任会长和全体会员的努力下 对社区做出了逐多贡献 也为广大华裔妇女提供了交流联谊 服务社会奉献爱心的平台 为提升华人妇女地位和维护华人妇女的合法权益方面 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活动当天还有众多民选官员 为新一任会长和理事会成员颁发了贺壮 会长张贤也向创委会长黄慧珍颁发了感谢状 向荣誉主席颁发了聘书 凤凰卫视林汉晴洛杉矶报道